在這麼舒服的環境裡面 而且在一個年的開始 我們中國人其實很有福 新年好像已經過了 可是我們的中國年呢 又還沒有來到 所以這種 already and not yet 這種中國人是一個實際 感謝神 遲到教會在禮拜五會有一個 迎新春節晚會 林牧師說你們這邊禮拜六也會有 感謝主席 兄姐妹 Happy New Year 但是我呢 放了三個圖在這裡 第一個圖呢 跟大家恭喜 第二個圖呢 我放了一個問號 我們就在這個週末 美國有一個新的總統 我們的總統說 他說他要讓美國再次偉大起來 我想各位都聽到了他的這個message 但是我想很多人心中會有一個問號 你要怎麼樣讓美國再次偉大起來呢 所以對於2017 我有一個很大的一個question mark 亞洲呢 好像也在另外一個問號裡面 如果你看這個圖呢 有一個人呢 穿一個雨衣啊 然後戴著一個口罩 很努力的在騎著單車 那麼他的這個背景呢 已經是看不太清楚了 各位你們能猜得出來 這個人是在什麼地方騎單車嗎 還不錯 各位眼力比我更好啊 沒有錯 這裡就是什麼 天安門 天安門 可是你看得到天安門的那個城嗎 已經隱隱約約了 毛主席的像呢 已經完全看不到 不但北京是這樣 台灣也差不多也看不見了 台灣也看不見了 三年前 中國的環境部部長說 三年後 他在三年前說 三年後 中國的霧霾的問題要解決 結果今年 中國很大的霧霾 台灣也是 PM2.5值達到超過500 500 500以上 專家說 如果PM值 PM2.5值如果是250的話 就已經是嚴重的污染 北京的指數是超過500 怎麼樣解決這樣一個問題 因為我不是環境專家 所以我也不知道 有一個很大的問號 2017到底是一個 Happy the Year呢 還是一個充滿問號的一年呢 我其實不是那麼關心這些事情 我其實更關心的是 是弟兄姐妹們 在2017 你在建造什麼 各位 我們人從生下來 就在造東西 就在建造 對不對 你還記不記得 你小時候的時候 爸爸給你買那個熱膏玩具 來 那麼你就在家裡面 拼那個積木 那個拼那個小房子 拼那個小車子 我從小就喜歡 玩那個什麼飛機大炮啊 坦克車 好像蓋這種東西 從小就在建這種東西 然後呢 慢慢我們長大以後呢 我們在建什麼 我們在建立我們的教育 哇這很重要 我現在在師道 旁邊就是康州大學 所以我每天都會接觸到很多的學生 做什麼事情 學生在做什麼事情 老師在做什麼事情 在忙著建造這個education 建造你人生的教育 各位如果你是一個大學畢業生 請問你花了多少年在你的教育方面 我是說正常 正常 正常 大概 你花了 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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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年 應該沒有錯 我自己還多花了一年 如果你是念博士的話 你 應該是超過二十年了 超過二十年 二十年的建造 這不是一個小的建造 對你人生來講 何等的重要 何等大的一個建造 好 那麼你 建造好你的教育 拿到你的學位以後 我們每個人呢 就忙著建造我們的career 我大概算了一下 這個 如果是65歲退休 其實美國現在不是65 應該是幾歲 67 所以這個可能還要再加兩年 那麼你 從學校畢業以後 你的工作 你大概會做 四十年左右 四十年 這會是你人生的一個更大的建造 你要注意一件事情 在美國呢 平均一個工作呢 是4.6年 也就是說你做一個工作是4.6年 那麼你要做過超過四十年 那麼大概你一生呢 他們說這是美國的統計 這不是我的統計 美國的統計 大概一個人一生會做十個到十五個不同的工作 各位即使是你在一個大公司裡面 你不是那麼經常換工作 可是我想你也要注意一件事情 就是如果你在一個位置 你做滿了五年 而你還沒有 你的位置還沒有變動 你就要注意了 因為期望是你在一個位置是不要超過五年 可能你會經歷過兩三次lay off 這目前是正常 不要太覺得驚訝 好 你很努力的在建造你的career 你還在建造你的婚姻 婚姻很重要 人生很重要的一個建造 那麼我也希望弟兄姐妹親愛的朋友們 你們都有一個很好的婚姻 如果你選擇結婚的話 給你們又看一些統計數字 美國的平均結婚呢 一個婚姻大概維持多少年 八年 我們中國人說七年之養 美國是八年 美國多一年 那離婚率是多少呢 平均離婚率 如果你第一次結婚的話 大概百分之四十左右 那麼如果你是第二次或第三次的話 你看那個離婚率會節節爬升 我特別用紅字標另外一個數字 很多人認為說 如果在結婚前同居的話 會讓我的婚姻更好 讓我結婚的時候會更好 真的是如此嗎 婚前同居會讓你的婚姻更好嗎 這是美國統計數字 婚前同居的這種婚姻呢 離婚率增加百分之四十 那麼我就稍微做了一個簡單的乘法 乘以一點四 那麼如果你婚前同居又是第一次結婚的話 你的離婚率是百分之五十七點六 也就是大概百分之六十的機會你會離婚 真的這樣嗎 各位我最近接到的case 有一對離婚的 就是婚前同居三年 結婚兩年就離婚了 這是我最近接到的case 我想這個數字是有意義的 那麼看看亞洲十個大都市的離婚率 北京上海呢 跟美國的離婚率差不多了 已經很advanced了 中國最前進的都市北京上海 已經跟美國是一樣的幾乎是一樣了 台北香港呢稍微低一點點 也不是太好 兒女 我們結婚後我們當然要生兒女 那麼如果你選擇生兒女的話 那麼兒女也是你一個人生一個非常重要的建造 特別是我們中國人 各位我可以跟你講 我最近在搞這個本科生團契 我在康州大學碰了一堆本科生同學 都是獨子或獨女 這個叫小龍女或小龍子 哇真是父母親寶貝的不得了 有一個同學開車 因為緊急煞車 後面一部摩托車撞上來 這個後面摩托車的人 他不小心沒有好好看路 崩一下就摔出去了 飛出去了 那麼當然我們這個中國同學很緊張 趕快打電話回家報告 你猜多少人 從世界各地 飛到美國來看他 他的父親母親 從北京飛過來 他的阿姨 叔叔從美國都來飛過來 他們還跑到教會來看我 還說謝謝我照顧他們的兒子 我說其實我沒有怎麼照顧 我只是把他分析了一下 他的這個車禍的case 如果你在美國 如果你要養大一個孩子呢 你除了花的時間跟你的精力呢 你的愛心各方面呢 你專家們告訴我們說 你大概要花一個 加上通貨膨脹 你要一個孩子 你要花30萬美金 還不包括大學的費用 那麼如果你是兩個孩子呢 你大概要準備60萬 加上大學費用 好 弟兄姐妹 我想這是一個 我今天所要跟弟兄姐妹 講的一個重點 我們人生 無論我們的建造是什麼 我們剛剛談到了 你的教育 你的career 你的婚姻 你的兒女 無論我們在建造什麼 如果我們心中有神 如果我們心裡面有信仰 我們所建造的 都可以成為 上帝對我們的祝福 成為一個上帝 給我們人生的一個禮物 而且你有沒有注意到 我們人 每一個人都不一樣 如果你跟你周圍的人 你跟他多聊兩句 你會發現說 哇 每一個人 真的都是很不一樣 你來的地方也不一樣 你看見的事情也不一樣 然後你想的事情也不一樣 你的talent 神給你的祝福 都是很不一樣 昨天我跟唐琪 我們就去探訪 教會一對夫妻 他們是先生 是康舟大學的一個系的副系主任 太太也是一個博士學位的 這太太就跟我講 她說她從前是搞這個computer 可是後來她人生的志向就改變了 不想做電腦 那麼做什麼呢 她開始 她開始去研究這個教育 研究教育 那麼她研究什麼教育呢 她研究如何保護兒童的這個教育 因為她說今天這個問題很嚴重啊 兒童沒有受到好的保護 於是她在美國就做這個兒童保護的 拿了一個博士學位 然後她把她在美國所學的 她就在中國開始寫書 然後就在中國出版這個書 然後這個書一出版之後呢 就開始有雜誌社邀請她 在中國的雜誌上來寫 如何保護兒童 各位姐妹 一個人從computer搞到教育 然後到今天在做兒童保護的事情 我為這個姐妹感到 心裡面感到很感謝神 很感謝神 各位 我們所領受的 我們的教育 我們的career 我們的婚姻 如果你選擇婚姻 如果你選擇有孩子 都可以成為上帝對我們的祝福 因為神是我們的神 我們成為祂的兒女 我們身上所領受的 每一個人不同 我甚至要講一件事情 你的領受你的不同 都可以轉化成一個屬靈的恩賜 這個等一下我再提到 但是你要小心你的建造 我上個學期在修出埃及 感謝主 最近出了埃及 我從以色列人的歷史呢 我看到一件事情 各位 如果你心裡面沒有上帝 沒有神的話 沒有信仰的話 很可能 小心你的建造 你所造的 很可能 它會轉過來 成為你的主人 然後你成為 它的奴隸 我沒有講錯 這件事情 你所建造的 不管是你的學業 你的career 你的婚姻 你的兒女 若你沒有信仰 你所造的 都有可能 成為 一個金牛肚 一個偶像 出埃及記裡面 講到一件事情 上帝要拯救 以色列民 脫離埃及的苦難 以色列人在埃及400年 後來日子越過越不好 變成奴隸 很苦 就呼求上帝 上帝聽見了他們的苦聲 興起摩西 然後要摩西 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 結果神自己行了十大神經 就把以色列人帶領出了埃及 那段歷史我們就不用講 那麼出了埃及以後 整個以色列人在曠野裡面 他們就走啊走啊 就走到西乃山 到了西乃山以後 神叫摩西到山上去 然後跟他講說 我要頒布這個 誡命 律法 就給以色列 也就是說 這個國家要成立了 他必須要頒布這個憲法 世道教會最近也在搞biro 我們教會沒有biro 那麼現在也必須要搞一個biro 一個教會 任何一個都需要有一個律法 需要有一個law 來regulate你們的這個 這個組織的這個operation 上帝也是一樣 這個國家也是一樣 好 那麼摩西就到西乃山去 到山上去領受神的律法 神就跟摩西講一件事情 他說 他說以色列人要為我建造一個東西 神要以色列人有一個建造 建造什麼呢 他說以色列人應當為我建造聖所 聖所是什麼呢 在這裡應該是會幕 是會幕 會幕是什麼呢 你看這個圖 各位你看到這個圖 中間有一個會幕 這個會幕呢 其實有點像我們去露營的時候 搭的那個帳篷 你看以色列人是不是都在搭帳篷 他們在曠野裡面走的時候都搭帳篷 他們就圍著這個會幕 十二個支派就圍著這個會幕 就搭帳篷 這個會幕呢 其實就有點像一個放大的這個帳篷 但是有點不一樣 因為它有一個外院 你看它那裡有一個外院 外院那裡有祭壇 你可以獻祭來尋求神的赦免 然後呢它中間呢 它在那邊就有一個帳篷 這個帳篷呢 也跟一般的不太一樣 它有兩個房間 大一點的呢 我們叫做聖所 那麼裡面有一個小房間 我們叫做至聖所 上帝就在那個至聖所 裡面有一個約櫃 當以色列人把這個聖所 也就是會幕蓋好的時候呢 上帝的靈就充滿了這個 這個會幕 它的榮光就顯現了 然後聖經上講到說 有這個白天有這個雲柱 你看這個圖就看得很清楚 白天有這個雲柱 那麼晚上有火柱 在這個雲柱裡面有火 就帶領以色列人來走這條 他們這個離開埃及的路 好 我們來思想幾件事情 一個神為什麼要以色列人 建這個會幕呢 它的目的是什麼 經文說什麼 當為我建造聖所 使我可以住在他們中間 各位弟兄姐妹們 神不但是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 要進迦南地 它其實有一個很大的一個目的 就是神要與人同在 神要住在人的中間 各位在聖誕節的時候 我們常常唱一首歌叫做 以馬內力 你們還記得嗎 以馬內力 什麼叫以馬內力 就是神與人同在 這就是上帝的一個旨意 神帶領我們脫離這個罪惡的捆綁 的目的是神要與人同在 好 以色列人有沒有去蓋這個會幕呢 歷史上發生了什麼事情 我們稍微看一下 摩西到了新乃山四十天 他沒有下來 沒有下 四十天後才下來 可是在這四十天呢 以色列人呢 開始緊張了 開始害怕了 因為他們說 哎呀摩西怎麼不見了 到了山上就沒有下來了 不知道他是不是死掉了 還是跑掉了 還是到哪裡去的 不知道 心裡面非常的懼怕 為他們的將來憂慮 他就跟摩西的哥哥亞倫講 亞倫是祭師 就跟他講說 你為我們做神像 跟我們做個神像 可以在我們面前引路 為什麼要造一個神像呢 因為他可以在我們面前引路 因為摩西不知道他怎麼樣了 那上帝是不是也跑掉了呢 那這樣子我們怎麼辦呢 各位當我們人在 在為明天而憂慮的時候 當你在想說 哇我人生遇到很大的困難 我的明天要怎麼樣的時候 我上次談過明天 明天是神的祝福 但是明天也是一個很大的壓力 因為你不知道明天要發生什麼事情 如果你沒有一個信仰的話 不知道怎麼辦 於是他們就說 那我們要來做一個神像 那麼亞倫就說 OK 你們所有的女人 耳朵上的耳環全部交過來 然後就拿了兩百萬人 我不知道多少耳環 那麼通通就交到亞倫的手中 亞倫就把這個耳環就丟到火裡面 為什麼要丟到火裡面 怎麼樣 因為要把這個金環把它融化掉 你這個金子不融化掉沒有用 融化掉以後 然後呢他說 用雕刻的器具呢 就把它丟出一個牛肚出來 為什麼要丟一個牛肚呢 為什麼一個牛肚變成一個神呢 各位我在想 而且是非常可能的 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時候 埃及人拜的神很多 其中有一個神 是什麼神 就是牛肚 牛肚神就是埃及人拜的神 其中的一個 以色列人看見了 他們在曠野 就叫亞倫雕了一個金牛肚 然後他說什麼呢 亞倫就對以色列人說 以色列民啊 以色列啊 這是領你們出埃及的神 神用十大神機 借著摩西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 就是因為摩西在山上四十天 不曉得到哪裡去了 以色列人就開始就做偶像 然後呢就說 以色列啊 這是領你出埃及的神 聽說給你們 這是歷史 consequence是什麼 耶和華說 我自己不同你們去 我不與你們去 因為你們是印著景象的白 你們的這個 這個脖子啊是印的 印的不是軟的 昨天我還是要問我的女兒說 到底英文這個 印脖子是什麼意思啊 趕快去Google一下 然後跟我講說 他說爸爸 印脖子就是說這個人的頭 我滴不下來 stick 落枕了 頭滴不下來 不能敬拜上帝了 好 弟兄姐妹 我們再看一下 神要以色列人做會墓 的目的是因為神要與人同在 結果以色列人沒有去做會墓 去蓋了一個 造了一個金牛毒以後 神說我不與你們同在 我不跟你們去了 神就說這個是 這個百姓 既然要這個偶像 我就不與你們同在 神收回他的同在 所以弟兄姐妹 親愛的朋友 我們要小心我們的建造 若我們沒有神 我們所造的 會來控制我們 我再講一下 什麼叫金牛毒 金牛毒呢 就是他是一個假神 什麼叫做假神 假神的意思就是說 你認為你這個神呢 他能夠賜給你生命 能夠賜給你平安跟喜樂 可是因為他是假的 他其實不能夠賜給你生命 跟平安跟喜樂 你說真的不能賜給我嗎 他可以給你一些 各位你所追求的學位 你的工作你的家庭你的這個婚姻 都可以帶給你一些 都可以帶給你一些 都可以帶給你一些平安喜樂 以及你所要覺得人生美好的東西 是可以 可是呢 他有一個問題 就是當你真正遇到問題的時候 他好像又不能夠滿足你 各位你有沒有想到說 哎呀我這一生最重要的事情 最快樂的事情 就是我拿到我的博士學位的那一天 我人生最快樂的日子 就是我跟我老婆結婚的那一天 各位 你現在想想看 你能夠對你老婆講這樣的話嗎 其實我昨天覺得很虧欠 因為我老婆說 好像今天是她生日啊 結果你就知道我啊 我in trouble 當初哇那個追老婆追得很兇啊 今天怎麼變這樣 假神是什麼意思 他不能夠真正的滿足於你 講一個例子一定要講 各位你有沒有口渴過 你三個小時不喝水 你會不會口渴 會不會 三個小時不喝水 會不會口渴 大概有一些人會 有一些人還不會 那如果你十二個小時不喝水 你會不會口渴呢 如果你三天沒有水喝 你會不會口渴呢 好你口渴的時候 你還記得 你要記得一下你口渴的情況 我有一次我就是口渴的不知道 我在車子上 我不能下車 因為我坐一個Grey Hunt 我去旅行 沒有辦法下車 我在車上我就拼命的 那個吞口水 吞了三個小時我沒有辦法下車 然後我一下車的時候 你知道我第一件事情做什麼嗎 我就衝到那個賣可樂的那個 那個那門去買水 好 你三天沒有喝水 哎呀口渴的不得了 然後你跟我說 帶船道我要喝水 我好渴 我說哎呀喝什麼水 這個水太便宜了沒有用 我給你喝更好的 我倒給你一杯 也是看來跟水一樣 而且但是很香 有那個醬香味 你們知道我講什麼嗎 什麼東西看來像水 但是有醬香味 什麼 茅台是啊 告訴你比茅台還好 比茅台更好的酒 叫做白酒 白酒 還有喝什麼水啊 那你沒有那個爛東西沒有用 我給你喝這個好的東西 給你一杯 你很相信帶船道對不對 哇你就一口就喝下去了 哇好香的飲料啊 又香又美味啊 喝下去 然後我就說 哎怎麼樣解渴了吧 你一開始你覺得說 哎呀這個味道真美好啊 真美好 這個是我人生的追求 從來沒有喝過這麼好喝的東西 但是過了五分鐘之後 你發現有一個問題 什麼問題 各位那個白酒的成分 百分之五十以上是什麼 酒精 酒精有一個特色 它會怎麼樣 它會脫水 所以dehydrate 五分鐘之後你發現說 這個白酒不但沒有解你的渴啊 反而讓你怎麼樣 更渴 哇你就說 哇怎麼 我 我怎麼更渴了 我已經三天沒有喝水 你給我喝了 為什麼我變更渴 然後我就告訴你說 你知道那個問題在哪裡了 你喝的還不夠啊 你需要喝更多的 我就給你一大杯 一大瓶啊 比茅台更好的這個白酒 我都拿給你 然後你就咕嚕咕嚕就灌下去 各位到最後你會怎麼樣 有人說這酒精中毒 對啦 不過最重要的是 你就脫水而死 整個人就脫水 死於飢渴 各位 你所追求的學位金錢地位 都是好的東西 可是他不能真正地滿足你的心 因為什麼 因為他不是神 當他變成偶像的時候 你開始跟他要 你說 你不是我的神嗎 你不是能夠賜給我平安喜樂嗎 然後他就告訴你說 你的問題就是 你賺的錢不夠 為什麼錢 你賺的 為什麼一百萬不能夠讓你滿足呢 因為你沒有賺到一千萬啊 你需要更多的錢啊 你為什麼 對於工作不滿足呢 那是因為你還沒有升到CEO啊 你升到CEO了 為什麼還不滿足 因為你沒有開五個公司啊 各位 拜偶像還有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拜偶像的人 就越來越像他所拜的神 拜偶像的人第一個 這脖子會硬 脖子硬 硬脖子 這個steve naked 聖經上講說 硬的景象的人 到了以西節的時候 人的心變成石頭心 不但你的脖子硬了 你的石頭也硬了 到最後你整個人 變成一個活死人 你是活著的 但是你什麼都不能動 像一個活著死人 因為你 離開了上帝 你拜偶像 這是你的結果 2017上帝在建造什麼 其實上帝也有一個建造的工程 上帝不是在建造一棟房子 祂不是在建造一個建築 祂乃是在建造一群人 祂乃是在建造一個身體 這個圖我找了一下 這個圖我覺得還不錯 你看這個圖呢 有一群人一起合作在建造 每一個人都忙著在建造 但是他們建造什麼呢 他們在建造一個群體 建造一個身體 這就是上帝在今天所做的 他在建造一群 祂的子民 好這句話我想請弟兄姐妹 我們一起來念好嗎 來請 祂所賜的有使徒有先知 有傳福音的有先知和教師 為要成全聖徒各盡其職 建立基督的身體 各位你看 建立什麼基督的身體 上帝怎麼樣建造基督的身體呢 祂有三個步驟 第一個步驟 祂把各式各樣有恩賜的弟兄姐妹 賜給教會 有使徒 有先知 有傳福音的 有牧師教師 其實還有很多 保羅只是在舉一個例子而已 這些有恩賜的弟兄姐妹們 他們開始怎麼樣 成全聖徒 他們開始 裝備教會的弟兄姐妹們 眾聖徒 裝備眾聖徒 目的是什麼呢 使每一個基督徒 都能夠盡他的職份 因為每一個人是不一樣的 盡他不一樣的職份 達到一個最終的目的 就是建立建造基督的身體 也就是建造神的教會 建造神的子民 目的是什麼 因為神要住在他的殿裡面 神要與人同在 我們從歷史來看呢 神的殿呢 神的教會 神的基督的身體呢 他的防角石是耶穌基督 是做防角石 然後呢上面有誰 就是使徒先知 耶穌的門徒 再上面呢 就是新約的教會 第一世紀的時候 神的教會 開始怎麼樣 猶太人來了 外邦人也來了 哇 歷史上沒有這樣的事情 猶太人外邦人 所有的人都能夠 在神的教會裡面 這是新約教會 然後過去兩千年來 教會不斷的成長 不斷的成長 一直到今天2017年 到了我們華人 叫華人福音堂 今天我們還在 做同樣的一個建造 建造神的聖所 建造神的子民 目的是什麼 目的是這一個群體 當他們彼此相愛 當這個群體 對上帝有信心 對人有愛 有神的話語 有神的聖靈同在的時候 這一個群體 就顯出上帝的榮耀 這個群體 就把神的平安跟祝福 帶到祂的周圍的人 上帝與人同在 不是直接的同在 乃是透過祂的身體 透過祂的教會 透過弟兄姐妹們 一同來建造基督的身體 這就是上帝在永恆裡面 祂的建造 好 有幾個挑戰 第一個 也就是我剛一開始所說的 神在建造什麼 其實對你來講 我希望你能知道 神在建造一個人 那個人就是你 神在建造你 各位我們 你可能沒有這樣想過 但是我過去半年來 我在教會的幕會以後 我越來越感受到 也感覺到 而且也見證一件事情 就是凡在基督耶穌裡的 凡是有信仰的弟兄姐妹 神真的在你們每一個人的身上 都有美好奇妙的帶領 美好的建造 我真的看到弟兄姐妹的時候 我心裡面都常常為他感謝上帝 因為我看到很多弟兄姐妹 有很多美好的事情 是我沒有的 然後那個事情 都是上帝在你們身上 美好的建造 我在康州教會的時候 我們有很多的弟兄 很好的弟兄 是在學校當老師 哇真的是很好的老師 都當到這個 IEEE的fellow 我曉得你知不知道 已經做到IEEE的fellow 已經是最高的 在學校裡面 哇帶學生 那麼努力的帶學生 還在教會裡面 帶茶巾照顧弟兄姐妹 哇我從他們的身上 真是看見一個基督徒的這個 神的這個香氣在他們的身上 最近我 因為我要做這個本科生團結 各位我 全世界的人 沒有人知道怎麼 去成立一個本科生團結 不知道本科生要幹嘛 我也是搞不清楚 我心裡面就很著急怎麼辦 結果有一天上帝給我一個看見 叫我去找某某姐妹 他是一個教育博士 他是念心理學 搞教育 哇我就請他來本科生團結 結果呢 把那個熱情 把他的這個vision 帶到我們的這個團結 哇我們準備要去 去 我們準備要去看一些有意義的電影 我們準備要去滑雪 我們準備要去 在康州去看各個有名的地方 我們準備去這個 討論一些這個 TED Talk上面的文章 希望能夠找到一條路 能夠幫助這一些大學生 弟兄姐妹們 神在建造一個人 那個人就是你 為什麼呢 為什麼這麼講呢 因為你仔細看你們自己 每一個人你的教育 你的事業 你的婚姻 你的家庭 還有你的恩賜 都不一樣 上帝都可以用你的恩賜 而且你要知道的就是說 你為什麼會跟人家不一樣 其實這些都是上帝對你的 特別的恩典 恩帶 而且呢 我甚至要跟弟兄姐妹講 你的恩典 你的這個特別的 talent 真的要用在教會裡面 不要只是用在自己個人的身上 把它用在神的家裡 我當傳道以後 其實你也曉得 我搞這個半導體 搞了二三十年 那麼當傳道以後 就是半導體沒什麼用 我這個知識要幹嘛 結果有一天呢 我在這個學校裡面跟同學們談話的時候 突然間來一個我不認識的 物理系博士班的學生 他說帶傳道 我馬上要物理博士要畢業了 我要去加州去interview 去一家半導體公司interview 你可不可以幫助我 怎麼樣去interview 我說可以你坐下來我們談 我花了一個小時跟他談怎麼interview 然後後來三個禮拜以後 他跟我一封短信說 帶傳道我拿到我的工作的offer 然後我就為他感謝上帝 然後我就想到說 我這過去二三十年的 這個半導體工作 當傳道以後還可以有一點點用處 還是可以幫助學生們 幫助他們去interview 還是可以用到 比方姐妹 你的家庭 你的事業 你的婚姻 你的兒女 都是神在你身上的恩賜 換句話說 神在建造你 不要輕看你自己 不要輕看也不要浪費了 神在你身上的建造 你若不是pay attention to這個事情 你真的要小心 你會不然的話 你的建造要成為你的金牛毒 剛剛我們已經提過 好 第二個 第二個挑戰 我要問弟兄姐妹每一個人 你知道你的恩賜是什麼嗎 我在私道教會問這個問題的時候 我們教會大概有五十個人 你猜有幾個人舉手說他知道 有幾個你知道嗎 好像是三個人 三個人舉手說我知道我的恩賜 換句話說 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弟兄姐妹 不知道恩賜 各位你們知不知道你們的恩賜 知道的舉手一下好嗎 感謝主 福音堂比我們教會人多一點 舉手人多一點 我看大概也是百分之十個人 百分之九十的人不知道 弟兄姐妹 你的恩賜是什麼 我盼望每一位都要能夠知道 聖經上講到說 有些人是很會講到 有些人可以做執事 為什麼 因為他很會提供服務 很多人有服務的恩賜 很多人會教導 你會查金會帶主治學 我們教會我一看那個主治學 十幾班啊 我看越開越多 感謝上帝我們教會的老師很多 有這個教導的恩賜 Counseling 勸話 各位你們有沒有人 有這個Counseling的恩賜 我現在在找這樣的人 能夠幫助我 因為教會很需要有人 來做Counseling的工作 奉獻施神 就是給予 我在教會的時候 常常會有人砰一下 就拿了一個小蛋糕給我吃 砰拿了一個饅頭給我 我吃都吃不完 感謝主有給予的恩賜 有給 弟兄姐妹 我們在教會要盡量的給予 不論是什麼樣的給予 治理 你有沒有行政的恩賜 教會需要有財政行政各方面的管理的恩賜 愛心 憐憫的愛心關懷 各位 這裡我要講 如果你告訴我說 戴傳道夫 什麼恩賜都沒有 我也不知道我的恩賜是什麼 好 我給你講一件事情 各位 今天我講完道 其實我們在座可能有兩百個人 我會很希望說 我能夠關心到教會的每一位弟兄姐 這是一個傳道人 大概心裡面的一個願望 就是我能夠照顧到教會的每一個人 好 那麼我講完道 我走下來 然後我跟你握手 然後呢 當然我要跟你講幾句話 對不對 我要跟你談一下 你的情況怎麼樣怎麼樣 聊一聊 那麼我會要 一個人我要花多少時間 五分鐘要不要 我想大概要花五分鐘 如果我跟你講上幾句話 大概要五分鐘 五百 兩百個人 每一個人我要花五分鐘 我要花多少時間 你們乘一下 五分鐘乘上兩百人是多少分鐘 一千分鐘 什麼意義 就是我今天除了睡覺之外 我就是站在這裡 跟你們握手 那就是我今天一天做的事情 還沒有握完筆 不可能對不對 我不可能 在今天跟你們每一個人講話 那如果這個教會是一千個人呢 那要怎麼辦 好 那麼你想另外一件事情 如果我要你現在 你跟你隔壁的人 兩個兩個人成為一對 你跟你隔壁的人講話講五分鐘 你問他你叫什麼名字啊 你住哪裡啊 然後你關心他 五分鐘 用五分鐘成你跟你隔壁的人講 然後你講完筆之後 你讓你隔壁的人來關心你 讓他來問你問題 也講五分鐘 OK 那這樣子的話 那兩個人花多少時間 多少時間 十分鐘 我們只要花十分鐘的時間 就是你跟你隔壁的人 跟他講五分鐘的話 講完筆之後 你讓他跟你講五分鐘的話 十分鐘以後 我們教會兩百人 每一個人都有一個人在關心他 是不是 如果照剛剛那樣一個很簡單的一個做法 你只要跟你旁邊的人講五分鐘的話 每一個人都這麼做 十分鐘以後 教會每一個弟兄姐妹 都有人關心 至少有一個人在關心你 弟兄姐妹 如果你告訴我說 你沒有任何的恩賜 百分之九十的人說 我沒有恩賜 你可不可以 就做這樣一件事情 關心你周圍的人五分鐘 只要你做這樣一件事情 我們教會兩百人 在十分鐘之後 都有一個人關心你 教會需要愛心關懷 光靠牧師 沒有辦法完全做到 只能做一部分 牧師只能夠去挑那些最有需要的人 可是百分之九十幾的人 我們都沒有辦法馬上關心到 怎麼辦 就用剛剛那個方法 你願意做這個愛心關懷的工作 好 第三 也是最後一個挑戰 各位 神在你身上有很多特殊的恩典 你的教育 你的工作 你的家庭 你的兒女 你的嗜好 你的各方面 都是上帝在你身上美好的建造 如果你有信心的話 但是神不是只有建造你一個人而已 神是在建造一群人 就是教會的弟兄姊妹們 你再看一下這個圖 你有沒有看到這個圖裡面 你能不能看到其中有一個人就是你 有沒有看到 你看這些人在幹什麼 你看這些人在幹什麼 他們很忙的在做一件什麼事情 在幫助他們周圍的人 是不是 他們都在幫助周圍的人 其實我好像也看到我自己了 你們看到有一個好像特別胖的 穿黃色衣服的 這些人在忙著做什麼 每一個人都在忙著去幫助他周圍的人 去建造你周圍的人 這是上帝所要建造的 他的兒女的一個方法 就是 藉著牧師傳道人長老 指示同工 來建造弟兄姊妹 好讓弟兄姊妹們 能夠每一個人去 關心去建造你周圍的人 然後整個教會呢 在建造基督的身體 在我們的信心愛心裡面 這裡有神的話語 有神的靈 有弟兄姊妹的愛心信心 見證 哇 這裡真是充滿了神的同在 把神的平安透過我們這個教會 帶給我們周圍的人 那是神在這個教會 以及這兩千年來 神一直在做的事情 就是神在建造他的兒女 弟兄姊妹 你的恩賜 你個人的恩賜 不要浪費了 因為那是神在你個人身上的建造 但是神不是只是 不是建造你一個人 神要透過你 來建造你周圍的這一群人 所以不要把自己 埋在這個地窖裡面 你要把你的光照出來 你是眼 你是光 你要來影響你周圍的人 把你的天人 把你的恩賜 使用在神的教會裡面 好 我們結論 2017你在建造什麼 小心你的建造 你若不是在神的身上建造 你就是在建造 你的人生的金牛肚 小心 你要知道神在建造一個人 那個人就是你 你身上過去所有的事情 因著你信耶穌 都成為上帝對於你的祝福 跟神的建造 你不但要知道說神在建造你 你還要知道說神在建造你周圍的弟兄姊 建造這個基督的身體 因此為了這樣一個目的 你要知道你的恩賜是什麼 你知道你的恩賜嗎 如果你不知道 請你做愛心關懷這樣一個事情 使用你的恩賜 把你的人生的恩賜 跟教會所要做的建造合而為一 因為神不是在做兩個建造 神只在做一個建造 從你個人身上的建造 到整個教會的建造 到基督的身體 他只在做一件事情 你的眼光要重新調整 把你的人生觀放在神的這樣一個 偉大的藍圖裡面 好不好 2017年 只有一句話 弟兄姊妹 弟兄姊姊姊妹們 讓我們起來 建造 參與神 永恆的建造工廠 我們做個禱告 神我們感謝讚美你 因為你把2017賜給我們 我們知道時間是你的恩典 新的一年也是你給我們的恩典 我們更要為過去這幾十年的時間 你在我們這些信的弟兄姊妹們身上 那奇妙的恩典 奇妙的建造 我們每一個人身上都有那說不完的故事 說不完的見證 因為你在我們身上都有很奇妙的工作 有時候我們會遇到生活中會遇到困難 我們會遇到苦難 可是在苦難在困難當中 我們也學習來依靠你 來依靠你來經歷過我們人生的挑戰 我們感謝你 你把2017賜給我們 這個世界沒有什麼平安 這個世界也沒有什麼喜樂 主 讓我們能夠 Focus 不要 讓我們不要建造出我們人生的金牛肚 讓我們人生的建造 乃是建造在你的屬靈的 也就是你的基督的身體的建造 讓我們 關心我們周圍的弟兄姊妹 讓我們把我們的恩賜用出來 好好的在教會裡面來建造 也祝福我們的工作 我們的家庭 我們的兒女 因為這些都是你在我們身上奇妙的工作 是奇妙的恩賜 讓我們不清看我們自己 我們這樣的禱告不配 把眾弟兄姊妹們交在你的手中 奉耶穌的名 Amen 感謝神讓祂的話語來激勵我們 你知道2017年如果又按照